今集去到一間專食爆高的海鮮餐廳 有免費的摩哈服務不僅 還見識到手臂這麼大隻的富貴蝦 吃飽後就去一下華僑城的創意文化區 最後去鱸魚馬買東西才回香港 跟著我一齊來了 Let's go 你看我的高多島不得了 歡迎來到星星大團 如果你都喜歡四圍找地方玩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訂閱一下我 記得幫忙留言和讚好呀 Hello 我是星星 現在在華僑城站 這次特別來到這裡有一間餐廳專食海鮮 過來探店一下 就是我身後這一間三莓小龍蝦 華僑城站位於南山區的世界之窗附近 可以在福田口岸過去大約半個小時地鐵就會到 而這次行程我們主要分了三大地方 首先我們會去到三莓小龍蝦 先吃了個午餐 在華僑城站B出口一出來一路直行 去到第一個路口就轉右 來到這個位已經看到鱸魚馬 由這個位走到餐廳大約八分鐘左右 超市在我們的左手邊 我們直行一個廢小的天橋就在這裡轉進去 直行過馬路 左邊會見到街市 我們在這裡直行 由街市走前一點到這個路口位 右手邊我們就去華僑城的創意文化區 左手邊就是去餐廳 即是對面這裡已經見到 左手邊見到麥當勞 右手邊就是餐廳那邊 看到一排餐廳 直到見到必勝客走前一點就已經到了 就是這間三莓小龍蝦 很多深圳朋友 晚上特意開車過來這裡吃海鮮 現在在三莓小龍蝦這間店舖坐下了 看看它的餐牌有12度招牌菜 可以見到大部份都是海鮮 而四道是蟹 分別有香辣蟹、高油蟹、肉蟹和海油蟹 還有一些國產和澳洲的小龍蝦 特別它還有花膠湯 或者一些佛跳牆的湯 這裡其中有一個招牌菜 就是手臂這麼大隻的賴尿蝦 這裡還有一些辣子雞和水煮雪花牛肉 可以見到它桌面寫著拍照可以叫它們 我在這裡拍照 它立即拿一盞燈過來問我 需不需要幫我打燈 是一個很可愛的服務 適合一群喜歡打卡的朋友 嘩 現在的食物已經泥齊了 它的分別有皮皮蝦 還有澳洲的小龍蝦 還有水煮的牛肉 還有這隻真的不得了 我看到都覺得很好吃 還有它們的自家製的糖水 他們說很好吃 待會試一下 還有店舖也有自己自家製的XO醬 可以買回去的 每瓶是68元 裡面有蝦米、乾瑤柱和金華可腿 水煮牛肉 這個水煮牛肉 它說特別幫我們做了一個不太辣的 現在看到這個水煮牛肉 它說它的牛肉是用很頂級的牛肉去做的 現在看到它的紋理都很漂亮 一會試一下好不好吃 聞起來就很香了 所有東西都 沒有化開之後就沒有牛肉 它連那隻腳的關節 連這些鬚 連這個位置 你們看到的 連這個位置 這個鬚都是金黃色的 整個都是沒有牛肉 要過多幾個月才有 現在尾到季節 這些膏就沒有全部化開 就半高半油 就高油大 它這裡有提供手套的服務 就不怕吃到很髒 也有免費幫你剝蝦的服務 我想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因為每次我吃海鮮 最怕就是撕掉 現在有人幫我撕掉 就實在太棒了 這個是他們店舖的招牌 你看看那些膏多多 不得了 好正 我馬上試一下 裡面的位置 我試一下 這個真是很肥 我想它可以找到這麼多膏 連裡面 連裡面都是膏 它不只是外面 看起來是膏 連裡面都是膏 剛才老闆娘跟我們聊天 她說 如果這隻蟹多多幾個月 然後是當季 是黃油蟹的品種 在香港買是很貴的 真是一口都是蟹膏 太誇張了 如果你在香港吃這麼多膏的話 應該是很貴的 如果來到這裡吃 就一定要吃這個 試一下 這個好吃 吃下去就知道這隻蟹很新鮮 我本身是很喜歡吃奶尿蝦的 但因為我很怕撕 因為每一次撕都會弄損手 奶尿蝦的鍋器很足夠 一上到桌已經聞到很香的蒜香味 而職員幫我們撕好之後 也會展示給我們看 其實每隻都是有膏的 還會放得很漂亮給我們拍照 這裡寫著香辣蟹和皮皮蝦 如果沒有膏 即時可以叫職員換個新的給你 保證有膏的 就是吃奶尿蝦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不用自然撕的 你不要看這些奶尿蝦 全部都是小小隻的 但其實它裡面全部都是很多膏 而它的肉質也是鮮嫩的 謝謝 可以分開頭和肉 你可以看到這隻黑牛肉 全部都是很結實 剛剛吃過它的肉質是很彈牙的 吃下去已經感覺到它是很新鮮的 這個是好吃的 我都很少吃小龍蝦 對它印象一般 今次對這個小龍蝦有改觀 它的蝦頭也是很多高的 小龍蝦 它這個水煮牛肉很好吃 它的味道是有點酸酸辣辣的 我不是太吃辣 這個我都可以 它裡面也有粉絲和芽菜 還有鍋筍 你看它已經很滑 不會感覺上很粗 這個水煮牛肉很好吃 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平時吃的那些是很辣的 只有辣子 這個酸酸辣辣很開胃好吃 很粗的 真的很粗 很粗 放在那邊這個 富貴蝦 富貴蝦 我看到它 你小心一點 我不拿著它 真的很誇張 整隻手臂那麼粗 很大隻手臂那麼粗 如果這個買現在多少錢 四百九十八一隻 四百九十八一隻 全部都有高的 這個是入口的 是入口的 是低谷 還有馬鈴薯 現在它幫我們摘住了 所以它才不會動 其實它剛才是很散漫的 不是 還有這個劇 如果這個側到手 要去醫院 這個是澳洲龍蝦 我剛剛吃的 這個是澳洲龍蝦 這些是蝦子 蝦子 這些是淡水的 很乾淨的 藍龍蝦 對 其實看這個位置 都看到它很飽滿 每隻都是用的 我們選過全部 全部選過 所以必定是有膏的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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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吃完出來 餐廳所有的海鮮都很新鮮 特別是它的蟹 它的膏真的爆出來 很好吃 特別喜歡這間店舖 是可以幫你免費 剝蝦 所有剝好放得很漂亮 給你打卡之後 就可以吃 很適合我們這些懶人 由餐廳大約走19分鐘 就會到華僑城的創意文化園 走回剛剛我們來的分岔路口位 一路直走直到右手邊 看到一條大斜路 走下去就會見到 從斜路走下來 就看到我的入口 就從這裡進去就可以了 很多人特意過來打卡 就說用我後面的兩個字 深圳 順便吃一碗 和喝一杯 上次在海上世界 也看到這間 裝修很漂亮的咖啡 可以看看它的餐廳 大約$38 小小湖 小小湖 它給了一個牌 轉頭來拿 這間咖啡室有兩層 坐在這裡喝杯東西 都頗舒服 如果不想喝東西 都可以在這個園區周圍走走 沒有人 陶瓷作品展示 在一些花草中間 突然有一間店鋪買花 挺特別的 看這間咖啡店 多可愛 特意做了一個 做外賣 這個華僑城創意文化區 主要分為南區和北區 北區會比較多賣東西的地方 南區主要是咖啡店 這裡除了有很多間 不同設計的餐廳 咖啡室之外 還有得賣傢俬 手飾 工藝產品 或者自家設計的衣服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而整個環境 都給我感覺 有點像日本和台灣的感覺 如果有興趣 自己可以過來逛逛 走之前 我們去到最後一個地方 在地鐵站附近的 旭二馬逛逛逛 買些東西才回香港 一進來這個位置 就看到一些做特價的產品 放在這裡 看看有什麼 29.9 泰式酸辣 毛骨鳳爪 還有這隻 泡鳳爪 也是29.9 這些產品 都在做優惠的價錢 9.9 這些很特別包裝的零食 可以買的 這裡都有 這隻只有19.9 這隻 其實是一個大型的 類似百貨公司 什麼都有 129元 很多廚房用具 都在這裡買到 好 下面那層主要是一般超市 我們現在去下面看看 鴨 有些燒味 炒粉麵 炒飯也有 就是12.9 有8個原味的麻糬波波 Icy麻糬 對 16.9 買來試試 19.9 泡芙 虎皮 奶油蛋糕卷 19.9 有4個 這裡就不用買那麼多 可以在這裡買 這個9.9 有燒餅 裡面有紅豆沙的餡 在裡面 看上去已經覺得很鬆軟 豆沙餡 這個榴槤千層蛋糕 79.9 這個是小的 這包19.9 手渣餅 今次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一種影片 拜拜